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气势也好 凌控尽也好 你挨到一起的力量也好 免利国铁的铁也好 你总得有力量 总得有一个媒介 有一个力量 那么我们说太极拳是放松 那太极拳既然是放松 越放松力量越大 那么我们今天就聊一聊 这个放松以后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在前几个视频都说 凌控尽也好 气势也好 气势也好 神也好 都必须在一个前提 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松 你没有松就什么都没有 尤其是用意呀 用意不用力呀 你都得要在松的状态下 那么这个松了以后它的力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 你说我在前几个视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就是提到这个问题 说 说这个太极拳 你放松以后 打人难道也是松的打吗 对 那说的非常对 你打人也是放松的打的 那么只有放松打了以后 你的力量才会比你原来的力量大 这个很多人在没有练到这个层次的时候 他不理解 他不理解 这个就是我们在放松 我们本来在用劲的时候 我们的劲被束缚在这一个线上 一个线上 通过脚 通过腰 通过肩 通过一个线上 但是如果我们放松以后 比如说我们放松 把这个松开了 松开了 跨也松开了 这个肩怎么样 也松开了 都松开了 这时候我要用劲的话呢 这个劲会怎么样呢 这个劲会大 就是它参加 它参加的肌肉多了 因为这边都是放松的 它要想这里用劲 那么这个用劲 这个也是放松的 因为它都是松的 它放松 它用劲的时候 参加的肌肉 我们全身所参加的肌肉 筋络 筋骨 全部都参加进去了 如果我们不放松 我们光用这个地方的话 哪个地方紧了以后 它紧的那边就进不来了 它参加不了到这个运动当中去 所以它的力量就小 如果放松以后 放松以后 那么它从脚往上的力量 所有的地方都去 它力量就大 好 我们讲明格聊太极 谈死不谈虚 那个理论上的东西我们不说 不说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试验 自己试一下 用劲的话 比如说我开这个瓶子的盖子的时候 开不开 那么我们可以把从脚到它放松 放松以后再去开的时候 从脚上下全都用上力量 那么我们推车 我们推不动的时候 我们推不动的时候 我们就要 干什么呢 就要用劲 大家仔细体会它在用劲之前 它会怎么样 它会全身一松 然后用劲 我们夸大一点 它是推不动的时候 它不是推不动 它不是这样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它在推不动的时候 想加力的时候 它会放松以后 然后加力 那么这就是太极拳 越松越有力的原因 就在这里 理论上不说 你就说这个实际的 你仔细观察一下 在你的生活当中 在你的眼里面 你看到的一些现实当中 是不是这种现象 是不是 你看到了它 确实是这种情况了吧 或者你自己可以做个试验 我搬不动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想用劲之前 是不是会全身松下 太极拳就是用的这个东西 只是太极拳在练习的过程中间 把用劲之前的那一刹那的全身放松 把它贯彻到整个套路里进行一个系统的练习 只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太极拳今天我们聊的太极拳说放松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 我前面很多视频都说 有一个前提要做到 就是要放松 放松之后再谈别的 不放松 什么都别谈 不放松就没有太极拳了 那么说放松太极拳 你既然说放松了 那力量从哪来 力量就从这里来 哪里来 就是刚才我举的这个力量 你看他推东西 推不动的时候 他在想加劲之前 从脚到头他都会猛一松一下 你们仔细观察 是不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那你就没观察仔细 那么你再仔细体会 自己去体会 仔细观察 他就是这样 理论上不说 就说这个实际的 那么是这样 放松之前 然后才能够把力量放出来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也就是棉离国铁是什么 就是我们首先要放松 松的像棉花一样 那么我们这里面才含着一个铁 含着一个铁就是当你往外放手 它像铁一样有劲 我们这是大白话说 不说理论能东西 好 明哥聊太极今天我们就聊这一点 说前面很多视频都说的就是前提是放松 那么这个放松以后力量从哪来 我们就聊的是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体会 自己观察 好 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呢下次再接着聊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十分钟 差不多了 还没有到十分钟 所以我就多说几句 因为我们本着什么呢 本着就是给大家节约时间 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就是在争取在十分钟左右 十一分钟或者是十二分钟是最好 好 今天我们聊着这个关于这个 因为还有一两分钟我们多说几句 就是我们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你千万不能怀疑放松 有很多太极拳的爱好者呀 他听了一个旁门左道 他自己认为他是正宗的 他自己认为他是正确的 然后都听别人说 这个打太极拳呀你也不能完全放松 你完全放松以后呀 你就是为叫叫蟹不叫松了 叫松蟹的蟹 这个道理猛一听呀他非常有道理 但是如果你首先你没有放松下来 你什么都无从谈起 无从谈起 无从谈起 就是说你我们比他说松蟹的蟹 松和蟹是两个概念 就是有些老师就说了 不要松松的过头了 你就叫为蟹不叫松了 他强调这个蟹 我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 离开了松一切都没有了 不要说蟹 什么都没有了 你首先要松 那个蟹是以后再谈的事 在谈的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松蟹的蟹 他说这是一个病 这是一个病 其实呢 我个人以为不是的 你大松大软做到了以后 你这些缺点都会自然的就没有了 自然的就克服了 大松大软 大松大软以后 你做到的东西 你得到的东西 什么蟹的毛病 什么病 什么顶抗的毛病 就会没有 他就会自动没有 这是什么 这是一层功夫一层理 你这层功夫到 那么什么意思呢 放松是所有的一个前提 你一点都不能怀疑 你一怀疑他 在别人再加上说一点别的东西 你觉得有道理 你把松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丢掉了 那就完了 你就所以 就像我们说 专家说吃苹果皮有营养 吃这个菜的根子有营养 这个你把吃饭这个主要问题丢掉了 你不吃饭 你光吃苹果皮 那你人还能受得了吗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你把主要的东西不能丢掉 主要的东西不能丢掉 好那么现在我们聊的这个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是什么呢 放松 既然我们说大松大转 力量从哪里来 力量就从松里来 你不要担心 我松了以后 我怎么没有力量 你不要担心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松够 你松够以后 然后你在 拿一个东西或者挑一个东西 或者是扛一个东西 你松透以后 你看看有没有劲 你如果是通过试验 你确实是很有劲了 那你就按照大松大转的路子 大胆的往前走 大胆的往前走 你大胆的往前走 按照大松大转的路子往前走 你在这一路上会得到非常宝贵的 很多宝贵的东西 很多宝贵的东西 你都会得到 你不需要你要别人传授你什么东西 你就是大松大转的路子 一定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松透松近松开 你最后会得到力量 得到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不耽误大时间了 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明天再接着聊 好 谢谢大家 再见